體育消息 在中華職棒的洋將 如果待滿九年就可以被視為本土選手 而這條規定也被稱為蘿莉條款 就是因為富邦漢將洋頭蘿莉而誕生的 不過明年就取得資格的蘿莉本人 卻在今天晚間傳出要隱退的消息 明年就可以當本土球員的蘿莉 年資即將要滿九年了 原本是有機會成為終職史上第一位 取得本土球員資格的洋將 但是富邦球團在今天晚間發出了採訪邀請 表示明天早上要在新莊棒球場 為蘿莉來舉行隱退宣布記者會 讓球迷感到相當震驚 馬上 阿勞